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玲 我现在在新疆的河田地区 你们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建筑了吗 是不是非常有异域风情 来到河田啊 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河田域 或者是去新疆河田那边挖一些域 发家支付 但是呢新疆有个地方 百分之九十的游客都不知道 河田的团城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河田的团城 它那个地方是非常适合过来 拍异域风情照片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啊 随便找个角落都能拍出非常美丽的照片出来 你最渴望 渴望你见到隔壁太阳 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假如你善良 勇敢又坚强 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会彻着丧子大声对你讲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里是新疆 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里是家乡 是我们夜夜生活的地方 所以说来到这里就好像有点像来到了喀什的那个古城一样 一样是有非常多小孩子在街道上走 然后一样是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意欲风情的一些建筑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来到了远方 来到了远方 也简单不了我 每次看到南疆的小朋友在古城里面玩我就特别的感慨 不知道内地城市的小朋友能不能体会到南疆地区小朋友的这种快乐 他们在整个古城里面又跑又闹 我觉得跟小伙伴一起玩玩闹闹的那种感觉 他们这个黄黄的颜色还真好看 各种不一样的黄色 从这一片区域的一个就是色调 现在这里大约还生活着3500户居民 我在这里经常看到有鸽子在飞 因为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养鸽子的 所以他们这边又升为鸽子巷 我身后的这个房子啊 蓝色的窗户特别特别好看 我现在走累了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 在阴朗的地方真的就太凉快了 其实在新疆大部分像这样的一个古城啊 就是居民都生活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在这边跑来跑去 特别有意思 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维吾尔族的人就一起围坐在一起 一起聊天讨论事情 也是非常有就是到了别人居住的地方那种感觉 所以啊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古城 你们知道吗 新疆除了烤羊肉非常好吃之外 烤鸽子也是非常棒的 另外像南疆这样的古城拍照都是非常好看的 随便找一个角落都能拍出大片 特别有抑郁风情的那种大片的效果 唉 这对系我是一个人过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都觉得很遗憾 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就没有人帮我拍照 其实我觉得不少粉丝对我的空容度还是挺大的 大家都觉得我胖的挺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减一点肥 这样上进去更好看一点 你们觉得呢 今天我用头发遮一下我胖胖的脸 你们是不是觉得好多了 这里有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地方 很多都是木制品啊 木式的勺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擀面用的吧 这个壶的造型 新疆特色的碗的造型啊 上面的花纹挺好看的 这个是用来扎满用的 你们看下面这个针刺啊 就可以在蓝杖面扎出一个个小孔来 蓝杖这的手工艺品还是以木制品居多 我在这边看上了 值大多数都是木制品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评论 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 请关注我 所有热爱旅行的人都会在路上相逢